這段影片簡單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Nine新加入的長截圖功能 不管是保留對話紀錄 或是將來需要對話紀錄當作證據的時候 長截圖都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可以讓你不用一段一段結 首先將Nine到App Store更新到最新的 9.5.0版 然後開啟你想截圖的 Nine對話畫面 然後按住你想要截圖的開始對話 按住 然後下面就會多了一個截圖 點擊 然後這邊就會 被列入截圖的範圍就會發亮 其他就變黑 然後接著選擇你想要截進去的畫面 你可以一直無限加長 好了之後 按截圖 然後接下來下面有一個可以儲存 然後截圖就會保留到你的相機膠捲裡面 然後截圖就會保留到你的相機膠捲裡面 照片 然後 然後 剛才截的畫面 就會儲存在你的相機膠捲裡面 謝謝收看 謝謝收看